好另外呢新北選戰我們來關注了非常激烈 來看到民進黨的參選人林佳龍現在口出狂言 批評他的對手侯友宜就像是白饅頭吃多了會中毒 那林佳龍呢他是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侯友宜就像是饅頭吃第一顆饅頭是為了要活下去 好為了會活下去 那吃第二顆的時候會感覺很幸福 吃第三顆饅頭吃太多可能會中毒 此話一出網友很疑惑 好不只網友我也很疑惑 從小吃到大的白饅頭怎麼還沒有中毒呢 還有人酸說有錢人不吃白饅頭不知人間疾苦 但有網友說白饅頭超香的啊CP值超高的啊 怎麼吃了會中毒呢 好當然呢這個這一連串的這個吃白饅頭會中毒呢 侯友宜也說他很幽默 他說呢他景大四年早上都吃白饅頭 配一杯豆漿他說他好喜歡 好那當然呢這個整個這個白饅頭的一個爭議呢 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說 饅頭是庶民食物啊 所以他們呼籲這個 這個林佳龍團隊應該向所有的饅頭工會 還有饅頭業者來道歉 好你覺得他們需要道歉嗎 好當然呢針對這個白饅頭中毒說 真的是越演越烈了包含了朱凱翔跟郭正亮 他們都認為其實原本一開始林佳龍他想要引述的是馬克思思想的理論 沒想到卻走中了 一起來聽他們怎麼說 這一題超級難評論的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林佳龍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這個我告訴你原由啦 你要做原由 因為許文龍寫過一本書 愛無限大 那裡面引述了馬克思的一段話 那個叫三塊麵包論 馬克思在講人的精神境界 所以你第一塊麵包為了求生嘛 那是為了生存 吃第二個就是你有快樂 因為我又多吃了一塊 可是你那個時候已經很飽了 你沒有必要去吃第三塊麵包 因為你這樣就浪費糧食 那而且對你的身體也不一定好 你不如把那一塊捐出來做公益 馬克思的原文是這樣 那他現在把麵包改成饅頭啦 那從精神境界進入肉體境界 是啊你想想看 如果是亮哥要來選 講這個的話 大家一講大家素然起敬 有沒有亮哥好有學問 原來是這樣引經據點 對不對 所以你看同樣的一番談話 不同的人講 檔次就是差很多 選戰的最新消息 我們來看到國民黨桃園市長的 參選人張善政 他呢因為這個農委會的研究報告 被綠營指控他抄襲 那麼張善政呢 他委託了律師像鄭文燦 以及鄭運鵬等四人提告 對此呢 好鄭文燦反擊了 他說不會因為提告而洗白 那麼鄭運鵬也要張善政 不要用提告來轉移焦點 好面對雙政連日抨擊 張善政他表示了 他說對手除了用這個 宏基農委會的標案 要來攻擊他之外 現在有風聲傳出了 下一波要攻擊他的就是飛文了 好另外呢在這個桃園市長選戰呢 鄭寶欽呢脫黨參選這個角逐桃園市長之後呢 但在此之前其實鄭寶欽呢 飽受網軍以及抹黑的攻擊 鄭寶欽呢決定要採取法律行動了 那麼呢在昨天民事跟刑事雙劍俱發 強力回擊包括了四叉貓 鄭宏怡 藍士博等人呢 他要對這些人來提告 希望用司法來主持公道了 那麼鄭寶欽也在臉書公布了律師聲明稿表示了 他說提告這些人是因為 這些人都是以惡意 子虛烏有的方式來誤導大眾 明顯違反了審霸法 那麼呢民事起訴呢各求償100萬元 鄭寶欽說如果他真的獲賠之後 他會將這些錢全數捐給工藝團體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ZTI714 享有折扣喔